正在焊接的这些彩色玻璃是打造蒂凡尼台灯的核心部件 工匠师傅首先会画出草图 按照台灯的尺寸给每一个部分标上数字 每个数字都代表着不同的颜色 勾人会把每个标号的图片放在玻璃上做记号 玻璃刀沿着画线的地方进行切割 切割好的玻璃会在砂盖上磨平 然后会在每一块玻璃边缘包裹一圈铜箔 勾人会把制作好的一块块玻璃片进行拼装 在铜箔边缘图一层柱焊剂可以加快焊接速度 紧接着就会把这些碎片放进模具中一一进行焊接 这样可以使玻璃弯曲到一定的形状 一旦完成这个阶段的焊接 工人就会从模具中取出加工好的作品 这些漂亮的玻璃将用作台灯的灯罩 随后工人会把一个黄铜的盖板焊接在灯罩上 对灯罩做清洗会让作品更加光亮 并且会让灯罩看起来更古老 另一车间会对灯座做着最后的安装 工人把电线穿入其中 然后把底座拧紧 灯泡的安装会让这个作品彻底完成 最后工匠会挂上代表蒂凡尼台灯的标签和灯罩 这时候整个台灯看起来很有质感 也更加典雅 价格也会比普通台灯高 你感觉这种台灯的缺点是什么